端午节就快要到了 不少家庭开始要包粽子 而云林谷坑乡的盘商 也开始启动粽叶的收购作业 不过今年的麻竹笋叶子 受到气候影响 数量锐减 使得新鲜粽叶 一直维持在高档的行情 这品质比较好一点的 大盘价一公斤就要150元 正因为供需不均衡 盘商也预估 这价格恐怕还会继续上扬 冬午节快到了 不少竹笋农也开始采收中叶 来增加收入 不过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让中叶的数量大大减少 农民也相当无奈表示 真的是靠天吃饭 你先说做农真好康 做农真好康 做农真好康 还没有什么修行 今年农真有更少吗 农真好 专门包种植用的麻竹叶 最近骨坑桑的盘商也开始进行收购作业 盘商沈碧兰表示 受到产量减少的影响下 比较好的新鲜粽叶都有150块左右的价格 他们也预估这个礼拜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扬 虽然包中用的中叶有干的还有进口的 不过沈碧兰还是很推荐用新鲜粽叶来包肉粽 沈碧兰表示用新鲜的粽叶包肉粽多了一份清香味 现彩的新鲜的啊 比较香 它有什么差点 吸起来有什么差点 它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啊 而且包起来就是 比较好吃就对了 新鲜的叶子包起来比较好吃 今年新鲜粽叶的收购价平均一公斤就要100块 不过这还是产地价 若是到摊上的价格将会更高 所以家中若是要包肉粽 就还要再涮一下了 记者王健新云林采访报道